一舍 它是做商人 第四個 守陀螺 就是奴隸 有一次佛出去脫波 突然有一個奴隸 黑黑的皮膚 聽到釋迦摩尼巴 他一聽到 我有佛來了 他非常高興 他很窮 他就剛好 就自己有一個饅頭 就跑著 他說我要去供佛 人家說 走走走 你是奴隸 拍後面 他說沒關係 我就拍 佛知道他來了 佛就一直等著他 佛就坐在那邊 然後所有人脫波的人 供養人就一個一個都走過 平常佛是走路的 可是那天佛陀就為了他 然後就等他 佛就接受他的供養 他看到了佛陀 佛就放金色的光 然後他說 佛陀我想跟你出家可不可以 他說 善來比丘 我等你很久了 沒問題 你就跟我出家 他就把那個麵包 唯一的麵包 他就供養佛陀 一供養以後 佛的這個波 就全部變成麵包 而且每一個比丘 波上面都有一個最好的麵包 哇 他非常的歡喜 因為佛接受到他供養 到了寺廟以後 他就叫設立佛 跟虛菩提幫他剃頭髮 然後幫他量衣服 給他做 然後這時候佛就叫 設立佛跟虛菩提 教他禮儀 佛就正式為他剃度 給他法名 出家以後 當然他很用功 因為他是一個奴隸 你知道奴隸呢 這麼低賤的人 釋迦牟尼佛都能接他 他當然很歡喜 所以他非常的用功修行 過了一個禮拜以後呢 突然呢 佛又出去脫波的時候 又有一個貴族 婆羅門 要跟佛出家 佛說 可以 你有善根 我接受你出家 那出家以後 一樣叫虛菩提設立佛 尊者呢 給他剃頭 準備衣服 接下來他鼎禮佛陀 鼎禮佛陀了以後 完了就要鼎禮大眾 他一看大眾 怎麼有一個奴隸 在那邊出家 他出家 佛陀說 請你向他鼎禮 他說不可以 我是婆羅門 他是奴隸 他說錯了 你以前是婆羅門 他以前是奴隸 可是進入我 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中 我們是按照借辣的 誰先出家 後來的人 就應該為前面人 鼎禮 我治的規地 三世諸佛 都借 如此的借法 請你向他鼎禮 他就拜不下去 他想 我是一個尊貴的婆羅門 為什麼要對一個人鼎禮 他說 折服你的抹慢心 比丘 請拜下去 不然你就離開 後來呢 他就真的拜不下去 就還屬 就走了 佛就說 這個人 我慢心很重 隨便 隨緣吧 好 這個部分 我就講 禍令 折服 佛教的身團 面對於 來自十方的眾生 十方的 不同的教育背景 十方 不同的 思想 行為 佛門裡面 到了身團 應該尊重 身團的制度 要尊重呢 比你先出家的人 介納高的 不管是長老比丘 或長老比丘尼 你都應該尊重 這個不是不平等 聽好 這是佛教的倫理 佛要廣度眾生 在這個世間 他一定有他的倫理 所以 這個叫 或令折服 歸成禮拜 或不予 不予以 就是有些連友 或是在身團裡面 就喜歡講八卦 講是非的 那你就不要跟他講話 不共同力 就是不能為了出了家 然後還要為世俗的 利益 來共同做生意 所以嚴格說 除了家人 是不可以做生意的 但是在這裡 你不要介意 師父在講經 我也看到 藏傳的拉玛在這裡 有大臣的比丘 比丘尼 可是有一天 你若踏上了尼泊爾 或印度 你就會看到 拉玛們 他們也做生意 那是不得已 因為從西藏流亡以後 他們連生活都很困難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人不得已 所以他們也會開 guest house 也會開restaurant 餐廳 甚至開travel agency 它是使一個慈悲的心 能夠經營足夠的利潤 而互持正法 讓三保或寺廟 或是閉關中心 而能夠生存下去 可是假如以現在 縮小來講 放眼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 出了家 就不應該做生意 不然你就不要供養他 對啊 他喜歡做生意嘛 那幹嘛還要出家呢 對不對 你出了家 你就應該好好的修行 你不要怕餓死 諸佛胡薩跟天龍八部 都會互持有道心的人 所以這裡講 不共同力是 出了家以後 不可以做 世間世俗的生意 那你會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那師父 請問寺廟裡面賣念珠啊 或那一賣怎麼辦 那是不得已 你願意做 你就做 那你就跟他結緣 你不願意做 你就不要講話 為什麼呢 不要亂批評 接下來 或如草布 或負滅病 也就是說 對於不如理的人 想要在佛門裡弄是非的 不論在家出家的弟子 曾經安難尊者問佛陀 佛陀你在世的時候 都有洛琴比丘 這麼麻煩 然後呢 有些人聽你的話 有些人不聽你的話 那假如你滅度以後呢 我們這些在家出家的弟子 假如有些人很精進修行很好 萬一有些事呢 很亂七八糟 品德不好 龍舌混雜 那又來禮佛門裡面搗亂 或是把佛門當成养老院一樣 那騙吃騙喝騙住 那請問這樣的人怎麼辦 佛說了兩個字 莫病 就是不要理他 他有他的因果報應 將來他會有自己的苦果的 所以在做很多蓮友 也有曾經問我 師父我要想出家 出家不是你想像這麼簡單的 先在家好好學習佛法 好好精進的修持 你可以發願 將來你福得因緣成熟 自然就會遇到好的善知識而出家 在這裡我講到 折服無量習性 請看我要今天補充 一些幻燈片 或許有些蓮友想要操 所以我把它全部打出來 第一 我們人啊 為什麼有無量的習性呢 有很多原因 這不在講義裡面 這是我要補充的 因為我這幾天會課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感觸 有些蓮友非常的精進 也歡喜的學佛法 師父感覺很安慰 有些蓮友呢 實在是不太會珍惜 對 生命其實很短 第一個呢最大的麻煩是人常常活在矛盾裡 矛盾裡是什麼 你想你為什麼會有矛盾呢 因為你的心常常是恐懼跟不安的 你先問你 你怕什麼 你到底在怕什麼 你已經皈依了三寶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就像一個找到萬事的明燈 你怕什麼 第一個 你怕死 你雖然學佛了 可是你還是不敢面對死 第二個 你怕沒錢 新加坡人 對不對 從早生活到現在 都是要錢 其實全世界都很謹記 不謹記 可是我發覺 這方面 新加坡的佛友 壓力更大 第三 你怕生病 第四 你晚年怕孤單 怕沒有朋友 其實你怕的太多了 所以人常常是很矛盾的 舉個例子 你不要介意 先舉我商業經濟的幹部 他們也很矛盾 對不對 師父 祝你在新加坡 法園弘法 很殊勝 師父 你不要忘了 你是中華民國公民 你要回來 我說我記得 在他們的心裡想 我們的道場現在搬遷了 越搬越大了 服刑事業越來越多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他就會心裡擔心 感覺上好像師父越飛越遠了 我告訴你 師父本來就不屬於任何一個人 師父屬於一切眾生的 哪裡有緣 我就會哪裡去 你不要想 你可以用它去控制師父 我跟你講 我是很酷的法師 我不是你理解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跟印度尼西亞的法師 我出家有很多的訓練 我是很酷的 你真心學佛法就跟我有緣 你要跟我玩世界那一套 五分鐘就把你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我出家的時候是用生命換來的 我出家的時候 我媽媽捨不得我 因為我是長孫 我是長子 她把一生的教育都栽培我 所以我是全家族讀書 讀到最高的到國外去留學 當然我出家她捨不得 所以她跟我說 你出家我跳樓 我跟她說 你不給我出家 我跳樓 你沒兒子 你要想清楚 我出家的時候 她真的 那時候我的心就像紅衣大師 她在外面門口哭 我門關起來 就給她哭三個小時 哭完了我門打開 累了嗎 媽 該回去了吧 我出家是用生命換來的 我不會出家再去跟你玩play the game的 所以蓮友 學佛要真心一點 不要假假的 你假假的 你不會跟我有緣 你照我的方法去做 你苦口婆心 你真正想學佛法 我就會教你 你要玩play the game 我三分鐘就把你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的人 就是因為你假假的 你恐懼不安 所以你永遠在輪迴裡 人越單純 越簡單 越容易開悟 人越認為自己阿萬元榮 我很莊嚴 這種人最容易輪迴 因為你越認為自己圓榮 越自己莊嚴 你是越看不到自己 所以我來說 人常常活在這矛盾裡 所以我的學生 我也跟他說 對不對 你只要心在道上 你可念普賢行願品 求觀音法 我還教其他他的法門 對不對 對不對 只要你肯學佛法 你就會跟我有緣 對不對 人都會害怕 很奇怪阿 我在國外阿 他會師父 我想念你 常常發簡訊 今天又來了 How are you 師父不要太累阿 早點睡阿 不要那麼辛苦阿 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第二個 可是人很矛盾 當師父回來的時候 大家很歡喜 但是大家都怕我 怕我 怕我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師父像個照妖精一樣 眼睛像一瞄通通 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了 對不對 那既然沒有福報 我就會叫我的學生 做這個做那個 做這個做這個 各位你看你的講義 你的DVD 你有很多呢 都是我們學生做 乃至在會課的時候 我有送你一本 入菩薩行論的書 其實那都是我們學生做的 日以繼夜都在做 可是呢 叫他做的時候 有些人歡喜 有些人他不歡喜 為什麼 哎呀 上班這麼累了 師父又要做這個 做那個 做這個做那個 你不是要修福修會嗎 你要修福修會 所以我就跟你修阿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生歡喜心 所以現在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人常常生活在矛盾裡 你到底在怕什麼 你要問自己 常坐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念頭 譬如說你坐一坐 你就看到 哎呀 我最近怕什麼 怕生病 你覺得生病的時候就很苦 新加坡很多 老菩薩又是一個人住 對不對 你就會怕 不用怕 臉友 你可以告訴臉友 有緣的臉友會去照顧你 臉友跟臉友之間 要向兄弟姐妹相互關心 第二個 你有時候看自己的念頭 你怕什麼 怕下個月沒有錢 那你就問 為什麼我要這麼多錢 然後你真正列一個list 一二三四五 哪一個一定要買的呢 下面一個可以不用買啊 下面一個不用大雪拼啊 為什麼你要買這麼多呢 通通三一三 其實日子是很好過的 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 福利制度的國家 每個禮拜 就算你不工作 每個月 政府也會給你公基金 社會福利局 申請兩百到三百的新幣 你是可以活得下去的 你看師父真的很了解新加坡 但是你會說 師父你要不要晚年跟我們作伴 我想不用吧 對不對 你跟阿彌陀佛作伴吧 我跟阿彌陀佛作伴吧 所以你不要去怕 你會擔心是因為你自己沒有福報 你的心很亂 所以第一個 隨時要看到自己恐懼跟不安的念頭 為什麼 恐懼不安的念頭 你的心就會很亂 所以叫物一以律調伏亂心 你的心很亂 第二個 你有無量節的習性 無量的習性裡面 除非呢 特別是什麼 好的念頭跟壞的念頭 老實講 佛友壞的念頭多 所以看第二個 幻燈片 訓練自己 隨時隨地要專注自己的念頭 要接受它 不論是好跟壞 我們都要接受 舉個例子 佛友之間呢 都會想 很多人都會看到不好的念頭 舉個例子給你聽 接下來第三個 不要順著自己輪迴的習性 這是很重要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有些人喜歡吃苦瓜 哎呀 苦瓜不好 太涼啊 誰說的 我就很喜歡吃苦瓜 師父的體質吃苦瓜 我吃苦瓜的時候是甜的 有人說 哎呀 生命已經很苦了 怎麼師父你還要吃苦瓜 你沒聽過苦嗎 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嘛 苦瓜是有好處的 尤其在新加坡 對不對 你身體很燥熱的話 你可以喝苦瓜水啊 你也可以喝所謂的菊花水啊 當然也不能喝太多 所以我們人動一個人的念頭 都會看到什麼 不好的念頭 比如說老婆 你的太太下了班 對不對 好不容易呢 都幫你先煮一個 你最喜歡吃的酸辣湯 當了老公呢 下了班回來 嘿老公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天你生日 你要不要先嘗一行啊 對不對 因為被老闆罵了 喝一口 又什麼好喝的 真不然也沒酸沒甜的 真難喝就丟了 你看 我們人的念頭 常常都是惡念多 我們常常不太會去感恩別人 對不對 新加坡的人呢 要是沒有air condition 就又有complain了 對不對 還有呢 譬如說呢 聽經要去切珠港 好遠喔 天啊 比你去印度還近吧 所以你看我們惡念真的很多 所以你輪回很苦 你今天會苦 不是說像你來問師父 師父我要念什麼經 師父我要念什麼咒 這個很有效 但是你要先看苦在哪裡 你跟小孩子處理的不好 你跟先生處理的不好 一定有很多因緣果 你要誠實的去看到自己 你要去改變自己 不要順著輪回的習性 比如說 我們人常常都是這樣 人家對我們好 對不對 十雙事情 做九雙事情好 我們都常常不會感恩也忘記 人家對我們做一雙事情 我們就耿耿於懷 可以記三十年 你看我們的惡念有多強 這就是你輪回很苦 也有幾位又問我說 師父我做婆婆的 總是家婆的很難跟媳婦相處 為什麼 有很多言語音 你應該自己去反省 剛開始媳婦嫁到你家 對你很開心 為什麼到現在不開心呢 因為你就喜歡脆脆念嘛 我要是你媳婦的話 我也會繞跑的 你從來不會給人家鼓勵的 所以佛教徒修行注意聽 不是只有拜大悲禪 念普錢行願品 嘴巴念大悲咒 對 這是方法 方法是什麼 轉動你的心 你要看到自己 輪迴的習性在哪裡 舉一個例子 假如你出門都是七點 匆匆忙忙的人 那你就改個方式嘛 六點半出門嘛 要出門之前 前一點晚上 把要整理的東西 就先準備好嘛 所以我一直很感謝我的母親 我要感謝的人太多 第一個我深深事實要感謝的呢 就是三寶以及我的母親 因為我母親給我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今天還可以作為 一位法師 可以幫助很多很多的人 以前我小的時候 一年級我告訴你也是這樣 晚上很晚睡 然後拉哩拉渣 第二天早上起來 媽媽叫我 我也不高興 為什麼 我要上學啦 對不對 這個沒有帶 那個沒有帶 他就罵我 然後我就生氣 我就頂他嘴 他說上課上學應該很開心 你怎麼弄得這麼不高興呢 要快快樂樂的過一天嘛 後來我媽媽就教我 來 換個方式 第二天 前一天喔 要睡覺前一天 來 把書包拿來檢查 明天國語課本帶了沒有 書學課本帶了沒有 明天要上美牢 你的蠟筆放進去了沒有 通通做好了 才可以睡覺 你看 所以 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 各位老菩薩 你平常做不這樣教你的小孩 孩子長大的時候 就會頂你的嘴 他不相信你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給我這樣媽媽教好 我就去睡覺 第二天早上起來 我就很開心 Mummy good morning 對不對 他幫我做完早餐 準備水服 我就上學去了 快快樂樂去上學一天 為什麼 換一個方式 不要順著你輪迴的習性 這個才叫真正的修行 對不對 你今天誦經 你念咒 你念 普遷行願品 就是因為要看到你的心 要去改 否則你拜歸拜 譬如說 八卑觀世音菩薩 我求什麼 求什麼 轉過來孫子造罵 兒子女兒造罵 你一點慈悲心都沒有 對不起 師父是真的希望 新加坡的佛有好 我才會講這些真話 不然我也是假假的 大家好 明年見 Everything is perfect 那是騙人的 騙人的話 我對不起我自己 我也對不起你 對不對 第二個 你要出門 你就早一點 三十分鐘先整理好 不要匆匆忙忙 快點快點 一出門 哎呀糟糕了 MRT卡在裡面 我的鑰匙又在裡面 你為什麼心這麼慌亂呢 我常常說 心若是很混亂的話 你斷氣的時候 也不會很安詳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念頭像河流 flowing river 從上游 游到中游 中游 游到下游 你斷氣的時候 一定也很可憐 也是一片混亂的 所以現在就要改 對不對 所以各位佛有 要常常生起正念 要隨喜功德 不要順著自己 輪回的習性 再舉方說 你現在今天要去機場接人 算一算去機場接神 開車一個小時就夠 可是突然下大雨了 那我請問 那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出門呢 早一個半小時出門嘛 還有機場有高速公路 Superhighway 假如這個堵車 請問你走哪一條路呢 你平常也不學習啊 所以人都在慌慢的時候 最後只好辦法 Taxi 所以新加坡人 大家都大流血 都花很多錢 其實很多錢是不需要花的 了解嗎 好 最後請看幻燈片 換個方式與人家正面的溝通 夫妻會吵架 就坐下來好好溝通 今天有個佛友 對不起 師父用你的例子 不要介意 希望用你的例子 鼓勵大家而生起功德 很多的先生為什麼 都不喜歡各位老菩薩 因為你都太愛師父 太愛靈友 你都不喜歡你的老公了 他吃醋了 你一個禮拜七天 請問你到佛堂幾天啊 超過四天啊 然後老公跟他講 老婆陪我去啊 哎呀 你不會自己去喔 我很忙耶 然後他想奇怪 這個老婆 嫁給我以後呢 喜歡師父喔 看到師父 啊 師父多莊嚴 臉友好久不見 看到老公呢 就像欠他幾百萬沒還一樣 那我要是做你老公的話 我會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他學佛學到哪裡去了啊 小孩子也是這樣 小孩子需要你關心 當他跟講媽咪 我想跟你談一談 你很忙 你就跟他講 媽咪 Now I'm busy Can I talk to you next time? Please Can I talk to you tomorrow? Please 你要講嘛 不是跟他講 閉嘴 對不對 你要什麼都不給你啦 不給你啦 你亂亂花錢啦 其實他花的錢是重要的 所以很多佛誼喔 對不起喔 你找你的小孩來 師父我請你來 叫開導我的孩子 對不對 來 我表演給你看 一個巴掌拍不響 兩個巴掌響 叮噹 我兩個都一起罵 你不要覺得都兒子不對 其實你也有錯啊 我是當老師的 我很清楚啊 小孩子呢 有些小朋友來了 他以為很怕師父 心弘法師 沒想到太好了 師父講中我的苦啊 媽媽就是一直唸一直唸 媽媽從來都不鼓勵我的 那我說阿彌陀佛 對不起 我沒有教好 嘴巴你唸觀世音菩薩 可是呢 你說嘛 南魔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眾 一切的眾生 兒子在你旁邊 你從來都不關心他的啊 所以兒子變壞了 誰呢 誰要負責任呢 你也要負責任一半 換個方式 跟家人溝通 當然我們也可能碰到 現在年輕人想法不一樣 比較沒有禮貌 或是講話很直 沒有關係 比方說 你的孩子很衝 你可以這樣嘛 要走之前 把早餐準備好 寫一張卡 Dear son I love you so much Hopefully you have a nice day Take care Mommy 對不對 就是說 親愛的兒子 對不對 媽媽為你準備好早餐了 希望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要好好保重自己 有時候你寫一張紙放在那邊 對不對 她剛開始看 別假了 她還是發到口袋裡了 做了MRT以後呢 簡訊發完一下 Mommy is very sweet Today he prepared the breakfast for me 媽媽真的是很甜心的 她還想到我 其實她嘴巴雖然頂你 其實她內心是很感動的 下次呢 你多做指示以後 她就會跟你不同的想法 她就會問你 媽咪你今天不是要去佛堂嗎 快點喔 七點半獎金你來不及啦 你就會覺得好感動喔 然後呢 到了寒暑的時候 媽咪對不對 你今天不是要去朝聖嗎 你好好念普錢行願品喔 不然業障會獻錢的啊 你突然會感動 你關心她的時候 她也會關心你 這才叫大悲法門 關於法門是要從這裡去修 地藏法門也是如此 所以請你換個方式跟別人溝通 第二個 換個方式比別人正面的做事 有些人做事就是這樣 老闆跟員工為什麼會常常吵架 因為你就是很固執 很難教啊 台語講了一句話叫 沒法度啊 沒法度啊 為什麼沒法度呢 因為你很固執 你認為自己永遠對 其實哪一個人會永遠都對呢 我們常常講 學到老 活到老 學到老嘛 現在社會呢 永遠都在進步 所以你會發覺你跟老闆 或是同事溝通不好 一定有問題 你換個方式 舉一個例子啊 我現在又想到 我多年前認識 敬明佛學社有一位朋友 他叫Jeffrey 不管他現在沒有 反正他現在已經不理我了 沒關係 我可以講他的故事 我在敬明佛學社呢 第一次碰到他 他很有善根 我講大悲願力地藏王菩薩 所有的青少年裡面呢 就他答的最好 後來我覺得他很有善根 我就請他來 我就請敬明佛學社 聯絡他的爸爸媽媽媽 媽媽啦 媽媽先聯絡媽媽 還有他來 我就來見他 我請他吃飯 我願意跟他做朋友 他剛剛是很害羞 我就成為好朋友 後來我從媽媽知道裡面呢 他很喜歡跟爸爸頂嘴 為什麼 因為他很聰明 他常常very critical 就是爸爸做錯了 他就罵他 所以爸爸跟兒子 常常是處不好的 他現在改變了 舉方說 爸爸叫他情常不可以翹腳 那爸爸上班很累嗎 看電視就把腳翹起來 他就說你看 爸爸你說的不可以翹腳 你叫完不可以翹腳 你自己都翹腳 哇 他爸爸更生氣 你這個兒子 我養你 你還來教訓我 所以他跟爸爸處得不好 我跟他說 不可以 你要感謝爸爸媽媽 新加坡的爸爸媽媽 教育孩子都是最辛苦的 都是用最好的來 然後呢 他也跟我說 爹地也不對啊 我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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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感謝的心 我就問了他 你多久沒有泡茶給爸爸喝呢 你多久沒有泡咖啡給爸爸喝呢 後來我知道他爸爸喜歡喝茶跟咖啡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說爸爸做工回來很辛苦 你現在應該歡喜 結果他頂我一句 師父 我上課不休業很累耶 那我說我先泡咖啡給你喝 可以嗎 泡完了以後 Happy以後呢 然後呢 我就教他 爸爸我真的要他做 做什麼呢 爸爸一回來以後 他就幫爸爸拿鞋子 爸爸辛苦你了 他說 欸 奇怪怎麼了 爸爸你喜歡喝的茶已經泡好了 放在桌上 然後他問 老婆 我兒子呢 是不是脱咖啡去了 後來他講說 哦 原來他認識的新鴻法師 然後他教他 結果呢 做了兩三次的朋友 他變了 結果你啊 他爸爸就打電話給我說 師父我想見你 見我不是來找茶 也在這樣感恩我 他說我兒子 這十幾年都很難教 怎麼見你兩三次就改了 我說其實你的兒子很好 只是你缺乏給他鼓勵 換個方式做事 對不對 然後慢慢長大了 他現在也讀書了 十五歲了 他現在就不理我了 我打電話給他 你還記得嗎 OK Not too bad 就掛電話了 現在我寫E-mail給他 他也不理我 人長大了 會有自己的想法 注意聽 注意聽 各位老菩薩 對自己人老了 對自己孩子要關心 但不要太關心 你關心你的孩子 看這裡 中國人常比喻 孩子像你手上的小鳥 他還沒有成長的時候 你要把他抓好 你把他掉下來 對不對 你都把他抓得很緊 可是當他已經翅膀長大了 你不要抓緊 放鬆一點 他自然就會飛的 中國人講 兒孫自有兒孫福 你真正修行回向給他就可以 所以成功的爸爸媽媽是甚麼呢 是當孩子有好事跟壞事 都會跟你分享 他相信你 你是他生命最好的朋友 所以各位老菩薩要鼓勵自己 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長 現在的年輕人 看電視看電腦 都比我們聰明 也比我們有創意 但是呢 他不一定有智慧 你用真心關心他 他會知道 但是不要管太多 對不對 你管太多 兒子女兒啊對不對 媽咪今天煮你 最喜歡吃的海南雞飯 你今天要不要陪我 所以No I'm busy I have a girlfriend 媽咪 他就出去了 你好心的煮了海南雞飯給他吃 你說媽咪啊 可不可以今天陪我吃飯啊 他說不 媽咪我已經有女朋友了 你那麼老了 你自己吃吧 OK 他就出去了 這就是無常 你心裡要接受 所以放下放下 不是嘴巴講 而是你真的心裡要接受 還有 換個方式去關心別人 換個方式與別人溝通 換個方式 與人家分享你生命的經驗 這樣子 你才不會恐懼不安 這一段是我要補充的 雖然在十文經裡面講說 以戒律來調伏我們的心 要折服我們無量的習性 可是對各位而言 那只是文字而已 我舉這些例子 是很真實的 或許你應該好好反省 對不對 我是佛教徒 我覺得要慈悲法門 我為對我周遭的人 為什麼就處不好 換個方式嘛 換個方式做事 換個方式溝通 換個方式與別人分享 一切它就會改變 好 請看下面的幻燈片 我們的妄念 跟無量節的習氣 就像這個太陽 不 這個月亮 月亮看到 月晚的夜亮 月亮是什麼顏色呢 其實月亮本身沒有顏色 是白的 但是在海水的時候 假如海水很藍的時候 它就會看到是藍色 再看下面 夕陽夕下的時候 我們的心也像月亮 太陽反射的時候 天空就變成金黃色 對不對 夕陽夕下 月亮它就變黃色 那有時候我們的月亮呢 上面也會有烏雲 看 清淨的烏雲從哪裡呢 清淨的明月從烏雲當中出現 這個烏雲就會遮住我們 就是我們無量節的習性 各位 我們會覺得做人很苦 就是你過去世 深深世世很多 多生多節的習性很難改 你的想法就是這樣一條線 你從來沒有想其他的方法 所以學佛叫法門無量試願學 有很多意思 其中有一個方法 你就要學習用不同的方法 去處理一樁式 有些人舉方說他很樂觀 舉個例子 專心聽 比如說你跟你朋友約好 七點半 要在Bookies the Junction看電影 對不對 大家都來了 結果一個同學 好朋友突然 七點四十五分在到 然後你就很生氣 大家都在幫他 是你的錯 大家都在等待你 現在你看 我們現在不能看電影 我就看很多新加坡人 常常這樣當街就吵架的 Take easy 七點半看不完 可以看下一場 假如是 positive thinking的人 就會想 被關心沒關係 他已經到了 就不要罵他 既然我們看七點半看不成 看下一場好不好 九點半還有一場 我們現在就多了一個多小時 So let's go We have more time to enjoy the coffee 你看 這樣的人 心就比較 positive 而不是一直去責備別人 對不對 講哪一種人 第一個A 常常責備人的人 聽好他損福報 而且這樣的壽命不會很長 待會我就會講 撐心 會讓你的壽命減短 第二個 比較樂觀的 沒關係 Take easy 他既然已經遲到了 他就已經到了 就不要再罵你的朋友 朋友聚在一起 本來就是要開開心心的 現在七點半看不到電影 沒關係 九點半還有一場 那我們多一兩個小時 走 我們去stock coffee 或其他地方 去喝咖啡吧 你看 這樣子朋友 就會做成更多朋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朋友 會體諒你 而不是永遠攻擊你 佛友跟佛友之間 也是要這樣 慈悲心要從這裡去修 所以當你看我們的心 清淨的心 就像明月一般 當煩惱習氣來的時候 貪生之氣一起 我們就會被烏雲給遮蓋了 烏雲從哪裡來 從你的無量節的煩惱跟習性來 你看 下面的烏雲就更烏漆麻黑了 對不對 所以你人生很苦啊 看到這個也不順眼 看到那個又抱怨 看到這個又不高興 看到那個又發脾氣 你怎麼會有快樂的過呢 學佛應該講 法喜充滿啊 你的法喜去哪裡了呢 要好好想一想 接下來 那請問烏雲怎麼離開 看這裡 煩惱與習氣線前的時候 就像星球一樣被黑暗遮住了 你看 這是地球還有月球 以現在科學來講 我們九大行星都會在運轉 可是當它走在同一條線的時候 太陽跟月亮也會被遮住一半 用這裡譬喻是說 假如我們常常被我們的煩惱 習氣控制的話 其實你的心呢 就像這個星球一樣 被黑暗遮住了一半 所以有連友問我說 師父我怎麼知道我念佛有效 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就可以知道 譬如說你家裡念佛機 很多人念佛的聯友 都很喜歡家裡放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對不對 我念觀音菩薩 念觀音菩薩 甚至也放地藏菩薩 當夫妻兩個人本來談得很好 因為一段事情 一吵架的時候 先生跟你就破口大罵 冒完以後你先生很生氣 砰的一聲 You are crazy I don't like you 他就砰出去了 出去以後你做老婆的 也非常生氣 How come my husband also very crazy today 然後這時候你靜一下 才聽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時候聽到佛號 可見剛才你吵架的時候 注意聽 念佛機是沒有觀的 對不對 可是你聽不到佛號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例子 對不對 所以注意 貪真是生氣的時候 你的業力是比佛的功德力還可怕的 所以為什麼說臨終會有人不能去極樂淨土 就是因為這樣 你看 你真心生氣的時候 佛號放在那邊 你沒有聽到 你剛才講一直在吵架 Anger can destroy everything 你的Anger蓋住了你的心 所以你不要小看 我們講欣欣 很抽象 可是貪真是 其實他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對不對 當你這樣子吵的時候 你就聽不到佛號 結果老公一出去的時候 你也非常disappointed 坐在那邊 He's totally crazy 突然聽到 阿彌陀佛 其實念佛機沒有觀的 是不是 用這個譬喻就是可以告訴你 業力現前就像這樣 業力現前的時候 其實你是提不起佛號跟咒語的 如果你平常更不休 那就更可怕 現在問你 假如夫妻吵架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心情靜下來 Keep smiling 老公繼續吵沒關係 他一直唸一直唸 唸久了總是會累的 半個小時以後就吵完了 不要講話 對不對 或是你心裡唸佛 或唸咒 你就靜靜的聽他唸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吵架說 你講了很多話 喝杯水吧 Have a drink 然後他會笑你 別假了我繼續唸 那你就繼續唸 再來第二杯水 然後呢他就繼續唸 對不對一直唸嘛 再唸十五分鐘 老公我已經到地板杯水了 你看你還唸這麼久 他就會蠻覺得不好意思 他就會說 OK啦 Just let go I'm so sorry 當別人跟你說 So sorry的時候 你就應該原諒別人 這才是慈悲心 所以其實我們的煩惱跟邪氣 就像這樣 是很可怕的 各位都會笑 希望下次吵架的時候 記得師父講這個例子 給他倒三杯跟五杯的水 請看我們的心念變化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其實我們的心很容易 外面的境界而轉的 所以假如我們不學禪作 我們不誦經 我們不學去佛法 其實我們會更苦的 對不對 我們講情時多雲偶正雨 對不對 你看我們從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只有十五的月亮 才是圓滿的 對不對 是不是呢 但是我們想一想 我們雖然聽經了 或許你也說 師父我上過很多佛學班 可是上過佛學班 你只是知識而已 你並沒有在你內心裡去操作 而產生轉動身口意的力量 當然我沒有否定讀經 念佛念咒跟拜禪或做法會 師父也這麼做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你雖然做了這麼多 可是你有沒有修行轉動的效果 the pow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by your daily practice 從你每天修行當中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不要氣餒 看這裡 從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所以有時候你也會覺得很好 哎呀我這個月用功法喜充滿 師父呢獎金我從第一場到最後一場 沒有一天都缺席得很好 等師父走的時候呢 開始又登登登登 對不對 明年來的時候呢又來了 法喜充滿 那就說明什麼 我不在的時候請你多看DVD 給我聽十遍跟二十遍以上 不要認為你自己都聽過 不同的心聽了感受就會不一樣 尤其我要真誠感謝寬基念佛堂 上次呢流通的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院 全程的錄影流通全世界甚至上網 很多台灣的老菩薩看了都很感動 聽了十遍跟二十遍 對不對 法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可能有時候你又成功了 可能有時候這天法喜充滿 對不對 有時候今天又發了脾氣了 沒關係 慢慢來 要鼓勵自己 也要鼓勵別人 但是不要有太多的藉口 動不動就跟我講 師父 我業障重 好 看我們的念頭 就像韭菜溝的瀑布 心念如萬馬崩騰的瀑布一般 假如我們不學習佛法 我們的心是更亂的 對不對 接下來再看瀑布 這是在印度左邊 蒂洛巴禪修的洞 右邊是它的瀑布 蒂洛巴為什麼要住這位 旁邊 住在瀑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 每天聽到水聲 可以觀無常 而且在瀑布旁邊呢 禪坐的話也是很涼快 不但偉家的白教蒂洛巴主食 它就住在瀑布裡面 瀑布旁邊的山洞裡 我曾經爬上去過 上面非常的清涼 東暖夏涼 那中國的憨山大師 也是坐在瀑布旁邊 修觀音法門的耳根原通章 反文文字性 信誠無上道 最後 憨山大師 也因為聽瀑布的水聲 而開悟的 新加坡可能比較難找到瀑布 大概聖陶沙有水而已 沒關係 你家裡有水龍頭吧 你家洗澡的時候總是有水吧 就觀想一下吧 沒有 這是開玩笑的 好 接下來再看下面 霧山 廣闊黑髮曝流 請看第三十頁第十四行 我以妙志知道所有的友情 補特茄羅根基 補特茄羅就是凡夫的我 這是梵文 補特茄羅 他的義樂 隨眠跟聖結 我都會適時的引導他 而且該處罰的時候 也會給他處罰 接下來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看標題 霧山 廣闊黑髮曝流 黑髮就是指外道的咒術 不好 外道的咒術就像曝流一般 像海浪一樣可以淹沒你 那釋迦莫尼佛出世的時候 印度除了印度婆羅門教之外 還有回教 席克教 還有其他宗教 也有很多民間的咒術 那就像我們台灣 台灣雖然佛教很興盛 其實他除了佛教之外 正性的佛教 也有一貫道 也有道教 也有民間宗教 也有亂七八糟的宗教 那在新加坡 大家也知道 有很多亂七八糟的 養小鬼的 下降頭的 他這一段就是指這個 這些都是不好的 為什麼 請看經文 我釋迦摩尼佛為了要破除眾生 這無喜來的這個惡業 廣大積聚 無意的黑暗 因為黑法會產生黑夜 讓你輪迴受苦 所以他讓希望眾生 他枯竭他邪賤 而且惡業的煩惱的暴流 希望他解決 才能夠將來升天 而得到究竟涅槃的快樂 可是很不幸的說 一般的眾生為行惡道 普特傑羅呢 都是不擇手段的 也就是說為了行惡道 他是不擇手段 所以佛就會用神通 或是界定慧或各種方法 去調伏他 誰他所需要的呢 為他說 你現在用黑法 得到眼前的利益 可是將來會有不好的果報 所以他講 觀察黑說大說差別 就是說當他觀察到這個眾生 沒有學佛之前 或學佛以後 他還是學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的話 佛就會跟他講 你現在修的黑法或咒術 將來會有不好的果報 大部分的果報是在哪裡呢 地獄 惡鬼 出生 萬歲萬歲萬萬歲 都沒辦法翻身 甚至到下一尊 沒了菩薩出世的時候 他還在地獄裡 所以佛就這樣講 甚至有些這樣講以後 有些人不相信 佛就會獻神通給他看 你看 你將來的果報就在地獄裡 他就會嚇一跳 隨其所應 受與治法 因為他行惡道法 在這個裡面 什麼叫惡道 有幾個意思 第一 傷害眾生 這就是惡法 第二個 傷害眾生 滿足自己的利益 這也是惡法 比如說我前幾天比喻過 也有人問過我降頭的問題 在新加坡 印度尼西亞跟馬來西亞 這三個國家很奇怪 特別的多 我也有觀察到 師父也曾經去印度尼西亞跟馬來西亞 紅法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不太相信正法 他善根堡 比如說同一條街 大家都做賣香的生意 那你是佛教徒 你很正心做 當然你布施做功德 然後你結了很多善緣 當然你生意就好 可是隔壁的人 他不學佛法 他看到你生意比較好 他就生吃醋的心 嫉妒的心 接下來他就做養小鬼 或是下降頭來害你 這時候請你拜觀世音菩薩 跟地藏王菩薩 他不會害到你的 你不用怕 為什麼呢 佛的力量比魔大 當然我這裡就不用說太多細節 免得把你嚇死 聽說養小鬼的時候呢 你要用動物的血來餵他的 那是很殘忍的 佛要救度眾生 他怎麼會去殺身 而去用心血去餵小鬼呢 小鬼會說怎麼來的呢 其實他是幽冥界眾生 他地區也有一點小通 或許你有一些問題 你會跟他說 來小鬼 你去幫我辦什麼事 小的東西會有 有效 可是大的問題 你就沒辦法解決 第二個 還有人呢 動不動呢 為了爭女朋友 男朋友 或家裡呢 鬧外遇 做第三者 他就會用不擇手段這樣做 也有這幾位佛友呢 這幾天來見我說 師父 我最近我跟我的先生 根本處得不太好 我覺得我先生 常常外面去找女人 是不是感覺他有下降頭呢 這不一定 也可能有 也可能沒有 但是要你要反省 你為什麼先生不喜歡你 因為你越來越老了 你越來越不溫柔了 你越來越不羅曼提克了 你不要講師父奇怪 你是和尚 你怎麼這麼清楚 我當然很清楚啊 雲雲眾生的心啊 真的我很清楚 我也幫助過很多人 你要想想 注意聽 慈悲心就是想 你當時嫁給你了老公 或是你跟老婆結婚的時候 他是什麼東西感動你 各位回去想一想 那人呢 有時候結了婚 生了小孩 就每天做工做工 做工到呢 你也不花光 就是越來越變黃臉婆 那當然你老公看到你 就看到鬼一樣嘛 所以只好下了班他都不敢回來啊 並不是說你要去打扮 或花很多錢 而是你要想 我以前 跟老公跟老婆在一起的時候 是什麼東西 讓我們很溫暖 回去想 這是很重要 因為那是最精進的 最原始的 譬如說我也曾經問過很多佛友 你為什麼嫁給你老公 他會說 因為我老公心很好啊 很會鼓勵我啊 沒有錯 就是因為你欣賞他的優點 所以你相信他 你嫁給他 嫁給他完了以後 問題現在你不相信他了 所以他也不相信你了 還有 有些老公跟老婆 以前呢 還剛結婚的時候 很羅曼替和 還一個禮拜呢 去聖陶沙走一走 對不對 請問你多久沒有陪他去走了 對不對 你都忘記了 我們常常忘記很多生命的喜悦 就是結了婚 就往征服主屋 做工 上佛堂 做義工 就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最後呢 你失去了很多 對不對 你時有時候 心應該靜下來想一想 為什麼我的老公跟老婆 不再喜歡我了 一定你也有很多要反省 當然你不要怕 不管他是真的有沒有 記得下面請寫下來 原諒別人 就是學慈悲的開始 假如你的老公跟老婆 或是你的朋友 有做錯事情 應該原諒人 Forgiveness is the foundation of practice under compassion 原諒別人很重要 沒有一個人是聖人嘛 就算你今天老公在外面 在做什麼壞事 你都應該原諒他 為什麼 因為我畢竟是你的老婆 這樣子你就會感動他 為什麼 因為他雖然在外面 繞了一圈 他還覺得這個世界上 真正最關心我 體諒我 給我支持的 還是我的 感受耶 中國人講感受感受 意義是很深 就像基督教結婚的時候 基督教的婚禮就告訴你 不管你的partner 你對方的先生太太 不管他健康生病 老死到生命所有碰到困難 你永遠要陪到他走到生命 最後一刻 你做得到嗎 Yes I do 你才叫get married 對不對 所以當你遇到一些人 用一些外教 或民間宗教 或是念咒 或是下降頭 來破壞你的 不要怕 佛的力量 已經大過於魔 佛的力量 一定大過於鬼 佛是無私的大悲心的 所以你求觀世音菩薩 求地藏王菩薩 你念觀音的咒語 或地藏菩薩的咒語 跟名號 這個就會慢慢解決 但是也希望千萬提醒你 你絕對也不要去做這個事 你不能說 我現在呢 我老公有外遇 那個女人 就是大陸的辣妹 我絕對要報復她 她做我一定要找一家 比她更好的 讓她生生世世都墮地獄 不可以 你這樣子的話 你自己將來也會做地獄 那師父也救不了你 所以不要亂詛咒別人 也不要亂去做這些黑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世 因為佛陀有功德力 他有神通看過去現在未來 而且佛呢 也可以用神通度外道 所以外道呢是害不了佛的 但是末法時代注意聽 我們眾生常常容易被人家欺騙 我們眾生常常很難分辨 什麼是真跟假 所以你遇到這樣子的黑法的時候 不要怕 求佛菩薩 佛菩薩一定會互念你這個 很好的佛弟子 好 我只能講到這裡 好 接下來再看下面 順便憂世 圓滿真上意樂 我 釋迦牟尼佛以為妙的智慧 直到所有一切的友情眾生 具足成就 希望呢 深深世世都增長他對佛法生的信心 恭敬心 而且有純正的意樂 來願意學習佛法與修行 接下来 也随着所有的众生 为他说种种不同的 善恶差别的各种的教法 而让他学习 因为每一个人虚效的东西是不同 可是佛还是会满你的愿 最后乃至让一切的众生 他的善根慢慢慢慢的增长 以界定会而修行 最后就会圆满他一切的所求 而进入真正无畏尘 这里的无畏尘是指正果的意思 你正入了圣果 你的心就不会恐怖 为什么呢 你正入了圣果以后 你就会从六道轮回直到解脱 甚至你是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 或出地的菩萨 你自己就会看到你无量节轮回 过去现在未来 就像看电影一样 你的心就不会恐惧 因为你心中有正法 这叫入无畏尘 入无畏尘是指正果的意思 接下来再看经文第五段 诸安隐得无畏 善男子 我释迦摩尼佛 以及对与会的地藏菩萨 跟所有的大菩萨说 我跟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深深事实地成就着第三轮 由此轮故 所以知道所有一切的友情 他种种的根气 各种的机会 他的意乐 还有他的根性跟随眠 以及各种圣洁的程度 以及告诉他因缘果报的教法 随他所应利益安乐 得安隐住 无论何时何处 都没有恐怖跟精畏 得到无畏 所以观世音菩萨叫 师无畏尊者 对不对 我释迦摩尼佛 自称我 大仙尊位 这里的大仙是指佛的 配合印度当时的文化讲 其实这里的大仙不是道教的大仙 这里的大仙是指 大圣人 就近成佛的意思 我释迦摩尼佛 称的我 是在菩提加耶稣下 正式正道成佛的果位 转无上的法轮 可以吹拂各种天魔外道 乃至于外道邪论 所以他处在大仲中当中 他无畏的遂一切众生 做师之后 而讲经说法 好 到这里经文是一个段落 我终于把第三轮给讲完了 穿过去 喝杯水 好 请看下面 严命地藏法门 好 昨天有介绍 地藏法门 这个地藏法门 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里面 非常的兴盛 明天我会介绍 金刚称的地藏法门 那其实地藏法门 跟华人的圆 跟东南亚的圆比较多 在藏文里面 他们叫萨尼音波 那西藏里面呢 不是所有的上师都弘扬这个法门 但是他有修的人呢 也有些人也是赞叹地藏法门 所以反而呢 地藏法门从南传 北传跟藏传 三个角度来说 反而是大乘佛法的国度比较兴盛 从印度传到中国 传到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东南亚一带 那现在看到的是日本 严命地藏菩萨的修持法门 昨天我已经给各位看图片 接下来 请看 注意听 今天我要介绍长寿 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对不对 我们在净土中里面呢 叫做无量寿佛 我赞叹你呢 这个人叫做光寿无量 光代表智慧 寿代表福报 那我们讲光寿无量 或无量光寿 所以我今天 这个补充资料 是我整理的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佛友问了 严命地藏法门 我觉得很好 那在座呢 我上次说过 在座的所有的老菩萨 都已经是六字头 或七字头了 所以你也应该 听一听这个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